设计那个画面 那画面在哪里 首先我把它执行起来 它会自动帮我把那个 我这个专案的画面呢 先秀出来 不过会跑一下下 好现在已经跑出来 这个就是我的画面 那我的专案在这里 对不对 我的画面就是这个layout layout里面一定会有个什么呢 一个XML的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请你怎么样呢 把它切到 这本来是图形化的layout的画面 请你把它切换到这个XML的档案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要切过来之后的话呢 才可以看到我的程式码 那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 里面本来会有个testview 请你把这个testview 把它取代为什么呢 取代为我们刚刚申请的 我们刚刚申请出来 有一个API key 你会发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这一个部分 然后呢你把它复制之后 把这一个部分呢 把它贴到我们刚刚的程式码里面 把这一串 把它贴到我们的 这个testview里面 把它取代掉就可以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我再把它切回来 切回来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本来是testview 现在就变什么 变成mainview了 mainview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完成了第一个 我们第一个设计的步骤 就是各位可以看到 将产生的金钥贴到XML档 OK 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再来的话呢 修改我们的 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部分的话呢 也就是第二个 我们前面所教的 就是在展开source的部分 展开 然后找到这个 程式部分打开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里面我要更改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 原来是 equivity 这个前面我讲的 特别强调 那不过呢 在Google地图的话呢 它不是